两个男人爬到碧雷针顶端 不料下一秒 天空传来阵阵打雷声 但两人谁也不愿意认输 大强子为了赢得比赛 悄悄安全绳绑在对方身上 随后一脚把他踹了下去 就在他炫耀自己得了第一时 却没发现对手又爬了上来 接着趁他一个不注意 反手将他推了下去 原本以为男人身上绑着安全绳 可没想到在下坠的途中 安全卡扣意外被弹开 男人就这样掉了下来 要知道这座碧雷针高达万年 摔下来一定会粉身碎骨 就在众人都为他捏把汗的时候 男人却打开了背后的降落伞 可因为打开的太过仓促 降落伞一时之间失去了控制 直直地朝着一栋大楼撞去 谁知这座大楼可不一般 居然有一扇隐藏的大金门 当男人不小心闯进去后 里面的场景让他头皮发麻